今天是12月2号,周六A股不开盘 下周A股会怎么走呢? 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是,大家不要急,不要慌 下周A股稳了 国家队入场,A股将迎来一个大反弹 甚至很有可能迎来暴击 怎么看?下周的重点在哪里? 再来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视频上讲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故作为第一句 这是欧美股市在周五盘后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下来,几乎是全线红盘的,全线上涨了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市场在这个位置是存在着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的 也就是说,外围市场并没有出现什么不太好的一个走势 它对我们A股下周走势是非常之有的,触定作用的 再回看一下,这是周五的一个分析图 这里你会发现,突然就拉起来 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结果就转了 我记得在这个时候,拉这个时候 当时有一个朋友问我说,颜先生快到3000点了 颜先生3000点了不能守得住 他问我这个时候,我就很纠结,我就很去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其实在前期视频当中,我刚才讲过 我一直强调大家,在这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下跌下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 越跌越要上,跌不可怕,急跌就是机会 说了很多回事,说了很多事 大家在问我说,下跌到3000点了,我该怎么办? 我又被割入了,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说我怎么回答?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下跌过程中,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而且跟大家说过,我们重心在哪里,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结果我一说重心以后,有部署朋友喷我 那么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喷的吗? 现在我们回到市场本身 就是说周五的拉伸到底是谁在发力,对吧? 那么这里,毫无疑问是大基金在发力,谁? 国家队,那么国家队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买进?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来护盘的 你如果在这个位置不进场的话,在这个位置不进攻的话 毫无疑问,3000点真的走不住了 所以在这里,国家队强势的出手 那么国家队为什么强势出手?其实有很多个原因 这根本的原因还是什么? 还是不想让他跌,要保住这个3000点的心理预期 3000点预大跌破的话,大家心里更加没底了 会形成一个踩踏肺垫 所以这里他需要挽救国民那什么一点点的信心 这个时候,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在这种环境下 对指数影响最大的方向在哪里? 这里就提到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板块了 我强调很多次,一个是什么?中枝头,一个是大金融方向 重点是证券这一块 结果一说这个,昨天有一个朋友就碰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什么?是前期受的伤害的 为什么说他受的伤害呢? 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位置大盘要访谈的话 大群众必须要发力 比如说大金融必须要发力 比如说证券必须要发力 所以证券我一直强调,一直讲得很清楚 然后我天天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参与这个方向 而且告诉大家为什么证券要重视 结果有人跟我说,现在你还说这个位置是吗? 这个位置你还叫人去买证券,证券有什么好的呢?对不对 这个时候买证券,万一再跌了 再跌了不就亏钱吗?正确的时候应跌,一天比一天低 中国市场现在这个经济不太好 还有股市里面这个钱很少很少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内循环 说不来就是一种存量之间在博引 这个是还去买的,还就可以去参与证券 这参与权重,这不是什么? 这能涨得起来吗?对吧,这能涨得起来吗? 涨不起来呀 想要在这个市场,想要在这个市场赚钱 他说目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什么? 跟随今天的步伐买中 买这个什么?买这个小票 差票 我一看这个我就懵了 他说告诉我什么?买中小票,买这个差票 我一看这个就真的是懵了 你看他跟我说,只有买这个G差票 买这个什么亏损票,才有机会发生 才有机会大赚钱 他说的也没错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今年以来 在这段时间以来,是吧 涨幅之前的,或者说大涨的票 很多都是所谓什么?所谓亏损的票 大家去看一下近期 就市场出现一些大涨过的票 出现一些强势进攻的票 很多都是所谓亏损的 不说别的 就说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过的一个票 叫什么呢? 这个是吧 像这种 这个叫华为概念的一个票 那个叫什么银保三星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票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就这种票是吧 在前期他出现了一波快速上涨 然后涨幅是比较大的 这里你看出现了一个什么8年版 直接翻了翻倍了 对吧 结果这一波上涨后 很多没很多没想明白 到底为什么会涨 大家看下来业绩是吧 业绩属于什么 是亏损的 然后很多人就把这种票 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他的一个心理目标 甚至有些散货 把这种票什么 以作为他的什么 作为他的一个最佳的标定 但是我就想 这种票上涨 到底是怎么涨起来的 其实说不来就是一个运气 或者说是一个概念 然后他跟我说 就要买这种票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买这种票 今年赚钱了吗 今年赚钱了吗 结果他跟我说我今年亏了50个点 那我说你亏了50 你买这种GX的票 买这个中小票买这种票 你亏了50个点 你为什么还要买呢 那我只有买这种票 那万一发发了呢 万一我买到下一个发发了呢 万一倍了来 发两倍了 我不就撞回来了吗 还是我就说我懵了 所以说大家觉得这种操作靠谱吗 我们回到市场本身 这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想法 这里我再次来听大家 就是在这个市场反弹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在A股指数反弹过程中 想要反弹的话 必然要有大群众来带头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权重搭台指数要什么 要拉起来 题材才好创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其实在这个位置 第一位的权重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值得大家补反冲反弹的 如果说你想要去参与题材操作 那么你只能去赌 赌对了你又吃肉 赌错了那么你也考虑吃水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你在买入股票之前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的本会不会损失掉 这个是重点 朋友们 在买这个股票之前 你也想考虑清楚 我的本会不会损失掉 你不要老是想着赚钱 赚钱 一旦你的本钱都守不住 你拿什么去赚钱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这个是什么 我说一些回财到位的 重点的一些板块 到此称为了 不要盲目的去割肉 不要盲目的去什么 去做空 也就是这个原理 现在我们回到市场的本身 回到证券 对吧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证券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低位 这个位置你去参与证券的话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不大 顶多就是我在这里进去以后 他来个阴跌 来个震荡 我不赚钱要赢 亏损一个点 两个点 就这么回事 万一出现反弹了 出现一个大原券反弹了 我不就获利了 我就可以高位出场了 结果这个特律不就出来了 是吧 而且证券他有预期 什么预期 大家都知道 有重组预期 万一这个证券出现一两个票 平排了 重组了 那他不就飞了 是吧 不仅是证券 还要包括什么 这个大经济方向的 比如说银行 对吧 他也是所定位 这个位置的银行 你还担心个啥 你还放个啥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 潜伏可以低息的点 可能你进涨的话 这个位置可能短期 套度一个点两个点 我觉得也没问题 对吧 一两个点上个啥 他后面你反弹了 换一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逢个点 或者说逢个出货了 这阶段就特别出货了 是不是 当然 这里适合什么 适合潜伏 适合低息 就是不反车 不反弹 你想要吃肉 吃大肉的话 我觉得你只能去赌 赌那种什么 纯草作的一些票 可能那个朋友说的什么 中小差 这个可能就真的有机会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中小差能够强势大挡的 能够连续涨停的 又有多少支票 所以这里指着大家深究 就是那深思 我们回看一下周五的 跌幅榜的一个字 你看一下 周五的跌幅榜 跌的比较多的 几乎都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 涨的比较高的 对不对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很多都是所亏损股 就比如说像这种日人电子这种票 对吧 它就是亏损股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追 在高位去追进去 2000损失下 你看一下多大 对不对 你不要盲目的想着 这个票发发了 这个票发一倍了 我就可以去追了 我告诉你 大多数票你追高都是什么 都是去接盘 都是去站岗的 都是去什么 送菜的 所以不要因为某一个票 某几只票大涨了 你就觉得这个票 这个方向是对的 这个方向是什么 是能够获利的 我告诉你 你会发现有更多的票 让你亏损 有更多的票 让你什么 让你吃不得兜兜兜 所以在操作上来 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对于周五的一个排名来看 我觉得后面仍然会维持原来的那种结构性环境 结构性环境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有一些板块表现突出 大多数板块表现一般 然后市场表现不温不火 随着国家队的入场 这里高层明显的放出了信号 就是什么呢 其实他说的很理性化 国有资本买入了一个什么 ETF 其实说起ETF 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说抄底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大金融方向 比如说证券方向 比如说中投方向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操作 不知道买哪个票的 不知道是插哪个票的 这就唱ETF 比如说 第二个大家都知道吧 证券ETF 是不是 那么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操约 不知道该怎么去买哪个票的 你就想着证券ETF 这个位置是不是相对低 我在这个位置去做个电厂 可不可以 我觉得没问题 对不对 后面反弹了伊拉格拉 我们不就获利了 我们不就赚钱了 这策略这个失用不错了 所以朋友们 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这个细节 对这个变化 当然你能力强的 你就差一些人机票 一些农费票 你实在能力比较差的 又是那种比较懒的 对不对 我们就去做一些ETF 不仅是他 还有很多种的ETF 比如说还有什么前提跟大家讲过的一些ETF 对不对 总之一些话 就是当下这个市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操作过程中 在操作过程中不能操作过程 还有就是除了这些方向之外 另一个重点就是中字头 中字头 大家看在前期表现只能说一般 但是在这个位置 我也强调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 是什么一个低位 对吧 就是低位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低息 可以入场 可以进场 但是你不能轻易地去追高 这本身就存在超低反弹 为什么会出这情况 前期我跟大家讲过 中字头 在调入了什么上证50一样本 那你可以看一下上证50 上证50代表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上证50代表是我们中国的最优质的资产 它代表是我们中国最优质的一个资产 但是这个出现一路沙跌 一路调整 甚至逼近前期的低点附近 那为什么会出这些情况 其实是什么 一些资金在二亿的做空 二亿的打法 也达到什么 做空我们中国股市的目的 然后在外资的话 可能一些做空资金 在国际其国市场赚钱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上证50在这个位置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国家队的入场 那么说的最为特特的一点就是 中字头里面的股票 中套孤 那么中套孤很有可能在这里上涨 那就可能带起整个板块的一个进攻 这里我再一起来提醒大家 周五的走势 明显的这个位置的上涨 是什么 是什么非理性的 就是说这个位置你一看 你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就拉起来 这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直线的上升 直线的进攻 这个就是大资金 或者说国家对着入场 那么这里存在后盘的动作 所以这些方向 你去驳个反冲反弹 我觉得没有问题 不纠结 当然你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致力的话 那么权重搭台以后提他该创新了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回到原来老套赌三个方向 第一个国旗改革 大家看一下国旗改革在周五的走势表现只能说也是突然喜能 当然看到一个K线 你会发现国旗改革在整个周五表现只能说一般 但涨停的票很多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有多是票涨停 多多是票大涨 那么国旗改革 很多票位置都比较低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实在注意点 不要纠结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超跌反弹 一处之八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看像这种类型的票 对吧 你去做个低位的博弈 我跟他鞋头不大 后面随时有可能赢来一波大涨 另外一个除了国旗改革之外 还有前期市场的一个核心品种 就是什么科技类 说不来就是什么华为相关板块 那么华为你看在周五的话 也是出现一波上涨 明显的一个拉伸 看一下它的一个K线 它K线是什么 是属于一个多头进攻下的一个调整 那么在这个位置调整 我觉得调整后仍然是机会 仍然是值得大家重视和平衷的 与相关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5G6G 包括卫星导航 芯片等等 都是值得大家重视和留意的 再有一个就是 车累了 汽车在周五盘后再处理好 什么令好 就多家汽车公司 他说在11月份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大增 所以新能源车在这里调整后 我觉得仍然是机会 仍然值得大家重视 当然有一些大涨过的票 涨幅超过一倍的 那么大家小心 但是在低位的还没怎么涨的 仍然是机会 是大家可以重视 可以跟踪的一个位置 所以不要怕 不要慌不要急 继续的咬住 所以这些是前期的一些核心品种 人际品种 当然要防一个特别的板块 就是药 为什么 大家可能发现近期药频繁易动 对吧 虽然说它在高位 但是它的力好比较多 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冬天来了流感爆发 还有就是偶同的口售 很多人反映就是总不好 对吧 总是很难治 所以导致医药板块 存在巨大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也要注意 医药板块可能会迎来一个机会 一个强势的反弹机会 那么回踩仍然值得大重视 值得来跟踪 还有就是一些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在低位的近期调整比较充分 通过放量的 我觉得大家都要重视 后面很有可能迎来一波比较大的反弹 毕竟去年医药板块 出现一波大幅拉伸后 已经调整的时间非常之久了 总好那匹都已经带了机位 在一个相对的安全位置 所以超级反弹也是可以有的 对于下车的行情 整体来说是不悲观的 所以在国家队的入场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信号 是一个进攻的信号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展开长阳进攻 大家把握好这一轮的反攻机会 争取把今年亏损的全部捞回来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